这段影像是100年前的1921年 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 也是其唯一的继承人小洛克菲勒 来北京参加协和医学院新校址的开幕典礼期间拍摄的 在典礼当天汇集了众多中外名人 这在影像中也有一些记录 现在是小洛克菲勒和当时中国名望人士游览伊和园的镜头 小洛克菲勒一行于9月6日晚抵达北京 之后陆续游览了北京数十个景点并参加了多场活动 直到月底才离开北京于27日抵达上海 与小洛克菲勒同来北京的除了其妻子和女儿外 还包括医生教授等知名人士共计21人 其实从9月15日起 协和医学院庆祝开幕的系列活动已经开始 院内每天都举行学术演讲和手术观摩活动等 先来参会的嘉宾在学术研讨之余 还可参与北京游览的活动 这是从北京饭店拍摄的 以全部竣工的协和医学院新校的建筑 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中华医学会 以20万美元购得并接管了成立于1906年的协和医学堂 并以12.5万美元买下原浴王府东单三条胡同的全部地产 用于建设新校 1917年由哈佛医学院的主要设计者柯立芝参与设计 并正式开始新校建设 期间许多修缮故宫的老工匠也参与了施工 由于受一战的影响 原计划建设费用不超过150万美元的预算 实际花费了750万美元 像这种雕花彩绘达到50元一平方式 9月19日 协和医学院新校开幕典礼正式举行 国内外参加庆典的代表陆续抵达会场 这是小洛克菲勒携亲于抵达协和医学院的镜头 即将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 在下午4点的开幕仪式上致辞 这是大名鼎鼎的武连德医生和妻子黄珠琼在会场的镜头 1910年远起广东台山的武连德被农玉太后任命为全权总医官 负责东北鼠疫的调查与防治工作 其历史四个多月的奴隶彻底平息了子嗣鼠疫大流行 此外武连德设计的口罩被认为是N95口罩的始祖之一 这是协和医学院的南门 其内建筑使元八大铁帽子王的玉王王府拆图后建成了新校 门前还保留着元王府的一对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被尊称为万英之母的林巧智在开幕时当天也在现场 年纪20岁的林巧智当日在这里参加了入学典礼 他正式成为了协和医学院的一名预科生 当时协和实行预科三年和本科五年的八年学制 这是身穿学位服参加仪式的多国代表 据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教务长胡适的日记记录 其代表北京大学也参加了当日的开幕典礼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时日典礼极为严肃 波斯欧美大学型毕业室 穿学位制服 参加列队者约一百余人 大多都是博士服 胡适还感慨 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 临近下午四点 聚乐队奏响激情曲 引领参加典礼的嘉宾代表走向协和礼堂 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 颜慧庆和内务总长齐耀山 以及教育次长马林毅等高级官员 也一同前往礼堂 下午五点左右 协和礼堂的典礼结束 代表们开始不出礼堂 这场被胡适感慨的仪式参与的名人友 原协和医学堂的创办人柯林 湖南乡亚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胡美 中国的胡联德医师 香港大学副校长布伦尼特 被称为美国医学院院长的维尔奇 美国医学学会会长施瓦尼兹 美国解剖学家协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萨兵 阿国医学院教授皮伯迪 日本细菌学家申凡那名的发明人之一 秦总阿朗 日本细菌学家指贺杆菌的发现者之贺杰 英国寄生虫学家和乳虫学家来破 法国心脏手术 先行者除肺癌 以及其他中英美法日 菲律宾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仪式 开幕式质子人员及家卷等部出会场 此次开幕式质子人员有 小洛克菲勒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质子 故林代表中华医学基金会质子 齐耀山代表内务部质子 外交总长延慧庆则代表大总统徐士长质子 马林毅代表教育部质子等 内务总长齐耀山外交总长延慧庆和代理教育部事务的教育司长马林毅等政要 从南门部出百年前的人物 据已成为历史 唯一学院流传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